第1958章修罗场要关闭了 一处历练场景中 陆叶手持盘山刀 周边是一艘艘被打爆的战舰 此次历练的进程已过半 接下来他只需找到敌人的老巢 直到黄龙即可 在这种没有日照修饰的场景中 其他月瑶来了 可能还需要一些谋划 但对他而言 根本无需顾虑太多 一番横冲直撞 无人可打 在海川楼那边得到了三花的具体情报 陆叶便不再逗留了 如今他既享有与天修罗族族人一样的权利 那自然是赶紧多赚点修罗应要紧 如果他所料不错 阿波罗在修罗场中历练的目的 也是兑换那些能打破法源的宝物 此类宝物数量虽然不算少 可相对来说 还是不够多 陆叶要尽可能递多兑换一些 陈念扫过确定四周没有漏网之余 正带离去时整个空间忽然猛闭一阵 紧接着四周的一切都开始扭曲 陆叶当即定住身形眉头皱起 他还以为遇到了偷袭 可仔细一想又不对 自己明明杀光了所有敌人 而且附近也没有生机残留 哪来的偷袭 四周的扭曲感越来越严重了 与此同时 他甚至察觉到一股奇特的力量加持在自己身上 那力量极为古怪 莫名其妙地出现 顿时让他生出一种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感觉 怎么回事 还没等陆叶想明白 就听到扑地一声轻响 紧接着四周景色大便 浓郁的介玉气息萦绕四周 耳畔边传来一阵震惊呼声 与此同时 视野中倒影出数不尽的修饰 密密麻麻 很多人都涌簇在一起 格格惊叫不已 陆叶身边也都是修饰 还有个丰满的女子挤着他的后背 满满的弹性和柔软 陆叶忍不住回头看了他一眼 女子一脸羞红 发生什么事了 我不是在历练吗 怎么回天修罗介了 怎么这么多人都回来了 哈哈哈哈 天不枉我 关键时刻捡了一条命 果然好人有好报 吵吵闹闹 有疑惑不解的 有劫后余生大笑发泄的 更有破口大骂的 修饰们的念头转头何等之快 在经历了短暂的错愕之后 很快便达成了一个共识 修罗场出问题了 因为就眼下的情况来看 似乎是所有进入其中历练的修饰 都被排斥了出来 这才造成眼下涌己混乱的场面 这可是以前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古往今来这么多年 修罗场一直都在这里 寻着自己的规则运转 迎四方来客 可今日却发生了如此离奇的一幕 陆叶从人群中退出来 取出修罗令 便要传讯阿齐朵问问情况 他隐隐觉得 修罗场的这番变故 应该与天修罗族有关 可还没等他传讯 阿齐朵的信息已经传了过来 师兄 速回洞府 语气很急切 明显是发生了什么事 陆叶连忙转身朝洞府方向略去 就在他身边不远处 同样从自己的历练场景中被排斥出来的 欲妖娇转头看到了他的身影 正带招呼一声 陆叶却已经消失不见了 一时怅然若失 上次之后 他还没有正式地向陆叶表达谢意 之前联系的时候 陆叶说是在闭关 所以他就不敢贸然打扰了 如今方知 陆叶已经闭关结束了 想了想 欲妖娇朝陆叶洞府的方向飞去 今日难得遇到 自当去当面致谢 陆叶洞府之中 他刚刚返回 阿奇朵的讯息便又再次传来 师兄 族长正在接引你 与此同时 身侧未至处 一点光芒忽然出现 紧接着化作一个椭圆形的光门 陆叶一脚踏入 现身时 已来到了最初的那栋木屋前 阿奇朵与迷屎就站在这里等着他 陆叶冲阿奇朵点点头 这才看向迷屎 本来想问问到底什么情况 可这一瞧之下 不禁眉头一扬 迷屎竟然变年轻了 他之前是一副老太龙中 行将就木的形象 走起路来都要处着拐杖 可现在哪还有那种植木 此刻的迷屎 看起来只有四十出头 原本的白发也变得漆黑 神采奕奕 身形壮实 这种改变 简直是两个人 而且迷屎身上若有若无的气息 也让陆叶极为在意 他心念一动 抱拳道 恭喜组长 敬的日照 这么多年下来 大大小小的日照 他也见过不少 所以一眼就分辨出迷屎如今的境界 近两年前 他帮迷屎解决了体内的血脉咒毒之后 迷屎便不见了踪影 陆叶曾问过阿奇朵 据他说 组长在闭关 时隔两年 迷屎出关 已是日照之身 而且整个人也变得容光焕发 可见这一次闭关收获之大 哈哈哈哈 迷屎大笑 声音洪亮 还要多谢小友元首 若无小友 老夫如今怕是受援已至 深埋惶苦了 当时他就只剩下三年寿命了 没有陆叶 他这个时候确实差不多要死了 闭关之时 他无数次庆幸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 陆叶这个当代道数传人进了修罗场 又通过了本族设下的考验 这是他的运气 也是他的造化 陆叶点点头 画风一转 组长 现在修罗场是什么情况 迷屎神色凝肃起来 这正是我要跟小友说的 时间不多 咱们长话短说 不知多少年前 天修罗族最后一位日照大献江之时 他动用自己的全能 做了一些安排 其中最大的安排就是即便他死了之后 修罗场也依然会继续维持着之前的运转 吸引星空各方修士前来历练 从中获得好处 同时他也留下一讯告之后人 唯有道数传人才能解决本族的血脉咒毒 因为只有修罗场维持运转 才能吸引道数传人进来 才有希望解决本族的问题 若是他将修罗场彻底关闭的话 那整个族群就没了希望 事实证明 他的安排很正确 这么多年来 前后有三位不同的道数传人 被修罗场的名头吸引 进了此地 只不过第一位有日照修为 天修罗族不敢贸然接触 第二位则是心性邪恶 没能通过他们的考验 直到录业 那位先辈的安排不止于此 老夫也是晋升日照之后才发现的 那位先祖当年留下了一个后手 那就是当族群之中有新晋日照诞生的时候 修罗场会将所有外来者排斥出去 暂时关闭 老夫这边前脚晋升日照 这个后手的条件就达成了 所以修罗场才会有反应 陆叶称呼 修罗场要关闭了 他还准备多转点修罗印去兑换自己需要的资源呢 这一下要关闭 还搞嗝屁 暂时关闭 迷使汉手 那时麻时候会再次开启 陆叶问道 迷使道 不知道 老夫这边需要融合修罗场的权能 提升自身的权限 而且到时候就算再次开启 也不会再接纳外来者了 当然 消有除外 你无论什么时候过来 都能享受与本族族人一样的待遇 天修罗族族人的权能高低 跟自身修为息息相关 之前迷使只是月瑶的时候 干涉修罗场的运转还要费不少力气 甚至接引陆叶来此 还需要等待陆叶开始历练 但现在明显不太一样了 直接就将它从洞府中接引过来 这就是权能的提升 但迷使还要更多的时间去融合更多的权能 陆叶略一沉吟 便明白了迷使的意思 修罗场终究是属于天修罗族的至宝 那修罗宝库里的东西 也是他们的财产 之前为了族群的未来 为了吸引稻树传人进来 才会海纳百川 容无数修士在其中历练获取好处 如今族群的问题解决了 站在天修罗族的立场上来看 自然不能再让外人在这里肆意妄为 通过历练赚取修罗印 继而兑换走属于他们的资源 修罗宝库里的东西 可都是整个族群重新崛起的资本 修罗厂还要多久彻底关闭 陆叶问道 他自进来之后赚取的修罗印 到现在还没花过 只曾经在宝库中买过一枚储物件而已 笼共有1500多万了 修罗厂一旦关闭 那这些修罗印可就没用处了 他总不能等修罗厂再开启 那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 大概一炷香时间 迷使乔出了他的心思 小友如果要兑换资源的话 还请尽快 我这就去 陆叶当即开口 一炷香 时间不多了 小友 迷使又冲阿奇朵招了招手 后者立刻递上一枚储物件 迷使拿起地给陆叶 这是本族从宝库中兑换的资源 是族人们的一片心意 只可惜本族族人的修罗印也不多 所以都不是什么太好的东西 天修罗族也是需要修罗印 才能从宝库中兑换资源的 只不过他们兑换起来更便宜罢了 陆叶眨眨眼 伸手接过 那就多谢了 不管东西好不好 终究是人家的一片心意 师兄保重 若有机会 记得来看看我们 阿奇朵有些不舍地望着陆叶 对这位拯救了整个族群的师兄 他还是很感激的 好 陆叶点点头 抱全一礼 就此别过 他日有缘再见 第1959章来了 洞府中 陆叶身影显露 正待凭借修罗令进入宝库时 却忽然听到了嘟嘟嘟的敲门声 仔细一听 确实是敲门声 硬是有人在自己的洞府外面 他不知道是谁 但在这修罗场 知道他洞府位置的也就那么几个人 陌生人不会来打扰 信念一动 打开洞府 欲妖娆的妩媚容颜映入师爷中 刺目相对 欲妖娆露出笑容 方才看到师兄回来 我以为看错了 原来 先进来 陆叶探手抓住他的手腕 微微一用力 嗯 欲妖娆一脸萌 不知陆叶为何一副极切的表情 等他进来之后 洞府又立刻关闭 他猛然像是想到了什么 脸色变得羞红 声音结结巴巴 师 师兄 我 我 陆叶这边已凭借修罗令 打开了通往宝库的门户 疑惑地转头看向他 怎么了 欲妖娆脸色更红 低着头 没什么 在这等我一会 陆叶吩咐一声 便要进入宝库 不过在进入之前想了想 还是忍不住提醒欲妖娆 你有修罗印吗 若有的话 赶紧用掉 移住箱时间可不长 修罗厂随时可能关闭 到时候所有人的修罗印都将成为一个无用的数字 陆叶没准备通知什么人 不过既然遇到了欲妖娆 就顺便提醒一下 没有了哦 欲妖娆摇头我上次都用完了 群常修饰可不会如陆叶这样积攒大量修罗印在身 他们一般都会兑换自己需要的资源 唯有如此才能提升自身实力 更好地在各种历练中自保 听他这么说陆叶便不再理会 直接进了宝库中 刘夏玉妖娆一个人守在洞府里 他不是第一次来陆叶的洞府 以前也曾孤男寡女与他共处一室 相谈甚欢 他都能坦然处之 但自从上次之事后 今日再来 心境上明显有一些不同了 竟有一些紧张 也不知师兄在忙什么 好像急急忙忙的样子 等会他回来了 一定要好好治谢才行 可万一师兄说救命之恩当一身相许该怎么办 要拒绝吗 上次他如神兵天将 就自己苦难之中 转眼就不见了踪影 这次好不容易遇上 若是让他不开心 下次又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了 可若说同意 他还没做好准备啊 宝库中 人来人往 陆叶直接出现在那片 储备了提升法源品质的宝物面前 疯狂兑换 紫霞寒金 白月经 阴魂花 新月灵髓 一件件收入囊中 他也在关注自己修罗印的变化 发现所有兑换出来的资源 确实都是半价 如此一来 他一千五百多万的修罗印 完全可以当成三千万来花 兑换出来的资源数量就颇为可观了 回头只要找机会将这些东西炼化了 那么自身法源的品质应该能有一个巨大的提升 但想要将法源打磨至圆满程度 硬是不够的 可惜计划赶不上变化 他原本都已经打算在这修罗厂中好好历练 多多赚取修罗印了 谁知迷使那边晋升日照之后 修罗厂居然要关闭 直到将自己的修罗印花的在野兑换不了任何一件自己想要的资源 陆叶这才叹息一声 重新返回洞府中 师兄 不可以 忽然一声大叫传入耳中 陆叶惊愕之下望去 只见玉妖娆站在那里 眸子紧闭 双拳握紧了 脸颊上一片坨红之色 什么 陆叶惊问 玉妖娆猛地睁开眼睛 美眸瞪大 这才发现陆叶不知何时已经归来 正一脸不解地望着他 本就发红的脸蛋愈发红润了 好像要滴出血来 玉妖娆指着无边扫意涌来 一时无地自容 方才那短短时间 他脑海中可是浮现出很多不好言说的画面 我 我下次再来看你 玉妖娆说完 捂着脸便朝外冲去 这姑娘 今日怎么怪怪的 若是平日录夜当然不会阻拦 但眼下修罗场即将关闭 谁也不知后续会发生什么事 而且他隐约意识到 修罗场一旦关闭 或许会有一些很麻烦的局面出现 当然不能让玉妖娆就这么跑了 他只有新秀实力 在这天修罗界 有修罗场的规则护持 可修罗场关闭之后 这种规则护持将再不复存在 先别走 陆夜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玉妖娆一时不察 整个人都被陆夜拽了回来 险些跌倒在地 等回过神 抬眼就看到了陆夜的脸庞 自己竟不知怎地 歪倒在陆夜的怀抱中 雄厚的气息迎面扑来 玉妖娆只觉浑身都变得酥软 再生不出一丝利气 长掌的睫毛抖动着 目光变得迷离 轻轻地合上眼皮 来了 陆夜沉稳的声音响起 嗯 玉妖娆声若闻迎地回应着 身躯变得燥热 下一瞬 他就感觉自己像是被丢进了一个无底深渊 下坠 下坠 不断地下坠 躁热的心情化作惊愕 欲妖娆猛地睁开了眼睛 正看到陆夜一脸凝重又严肃的表情 而己身所处的环境好像也不再是陆夜的洞府 而是一处莫名的未知之地 四周竟是五颜六色被拉长到无限的光线 仿佛一颗颗流星一样在身旁划过 下坠的失重感愈发强烈了 让他本能地伸出双手环抱住了陆夜的腰 别怕 陆夜察觉到他的惊慌 老实说 修罗场关闭时的动静着实有些大了 若他没有心理准备 肯定也会被这番变故吓一跳 如今有了心理准备 倒是安然若素 说话间 伸手揽住了玉妖娆的肩膀 轻轻地拍了拍 玉妖娆慌乱的心情瞬间安定下来 点头道不怕 轻轻地将脸颊贴在那宽厚的胸膛上 心中一片安宁 过了好一会 他才问道 师兄 这是怎么了 修罗场关闭了 陆夜回道 欲妖娆惊讶至极 修罗场关闭了 修罗场怎么会关闭 这件星空之宝可是运转了无数年 古往今来吸引了不知多少修士来此魔力己身 从未有过关闭的心力 怎么会忽然关闭的 陆夜没做解释 只是摇了摇头 事关天修罗族 他不准备对外透露什么 只是 眼下这种状况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这种诡异的失重感已经维持好长一段时间了 可依然没有结束的迹象 总不能一直这么继续下去吧 他倒是忘记询问迷史了 修罗场关闭之后 在其中历练的修士们会被排斥到什么地方 但迷史既然没有主动提起 那应该是没有危险的 只是需要一些时间 定下心神 陆夜这才发现 温香软玉满怀 修行界中多美人 老实说他见过的美丽女子不知反喜 但若论气质妩媚的话 欲妖娇当列前三 唯有一些实力强大 年长于他酒精人式的美妇 在这方面能超过欲妖娇 可欲妖娇明显气息纯净 依稀记得 当初在轮回树那边初见此女 其妩媚气质让自己很是惊叹 而且还香香的 方才没察觉也就罢了 如今忽然察觉 陆夜顿时有些不自在 身子忍不住扭了扭 这一扭 怀里惊人的柔软感触更明显了 陆夜不再动 欲妖娇脸色又红了 超请 他想借助修罗令传讯迷使那边问问情况 结果一摸腰间才发现 自己的修罗令居然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不见了 欲师妹 你的修罗令还在吗 陆夜问道 欲妖娇连忙查探 惊奇道 我记得挂在腰间啊 怎么没了呢 陆夜顿时了然 看样子是被回收了 修罗令这东西是修罗厂分发给修师们的 如今修罗厂关闭 修罗令自然也会回收 正说着话 那种持续的失重感忽然消失不见 巨大的反差便是陆夜也微微皱眉 怀里的欲妖娇更是忍不住身影了一声 下一瞬 一直包裹着两人的古怪光线轰然破碎 碰地一声响传入两人耳中 脚下传来踩中石地的感觉 陆夜转头观桥发现自己如今正在某个界域之中 只不过从四周的环境和界域气息来看 这个界域的层次很低很低 神念放出 没有感受到活物的存在 倒是有一些绿色的植被映入眼帘 他与欲妖娇依然维持着之前的姿势 脚下大地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凹坑 乍一看 就像是他与欲妖娇从天坠落杂出来的一样 方才的声响应该也是这么弄出来的 他轻轻拍了拍欲妖娇的肩膀 然后松开 欲妖娇急忙站直了身子 四下观桥 这是哪 片刻后欲妖娇问道 陆夜摇了摇头 他也不知道这是哪 而且更让他感到奇怪的是 这里除了他跟欲妖娇之外 竟没有别的修饰的踪影了 要知道修罗厂中常驻修饰数量将近千万人 这么多人全部被排斥出来 身边怎么会没有旁人踪跡 其他修饰又去了什么地方 是是联系你们九旋的人 陆夜转头看向欲妖娇 修罗令被回收 他这边根本没有可以联系的对象 反倒是欲妖娇 九旋星系那边应该有他的师门同伴 若能联系上 或许可以弄明白一些事 第1960张倒霉透顶 欲妖娇文言 连忙取出自己的音符 一道道讯息传递出去 过了好一会他才收起音符 看向陆夜摇头道 都联系不上 他尝试联系的人选 都是在修罗厂中历练的本星系修饰 如今既然联系不上 那就只有一个解释 距离太远了 超出了音符能够联系的范围 这个结果让陆夜心头一沉 音符联系的范围其实是很大的 如今欲妖娇这边境连一个九旋的修饰都联系不上 可见情况比他想的环要糟糕 陆夜想了想 闭谋宁神 凭借神海中的七彩神连 尝试勾连魂祖祖地 魂祖祖地的通道遍布星空 所以就算不知如今身在何处 只要能沟通魂祖祖地 那么他就可以直接进入祖地空间中 继而前往自己所知之地 可让他感到意外的是 这一次沟通居然没有任何反应 这让陆夜大为惊讶 这无疑意味着附近的星系 没有可以进入魂祖祖地的通道 这下麻烦了 思虑了片刻 陆夜开口道 跟我走 玉妖娇连忙跟上 两道身影冲出界玉后 陆夜即出新洲 站在新洲上左右观桥 如今这局面 当务之急是要先搞明白自己身在何地 只有搞清楚这一点 才能知道往哪个方向走 忽有一道流光印入视野中 正从远处掠过 无疑是某个修饰的身影 而且从远远传来的力量波动来看 是个月瑶 陆夜心中一喜 就怕碰不到人 既然能遇到人 那么就可以找人问问情况 对方似乎也察觉到他的存在 方向陡然一变 朝着这边掠来 少请 光芒掠至前方不远处 一道身影显露出来 对着陆夜抱拳 道兄有礼了 陆夜回了伊礼 打亮来人 月瑶中奇的修为 看起来三十左右的样子 身穿黑色镜装 细致干练 声音颇有磁性 敢问道兄可是修罗场中出来的 这青年开口问道 正是陆夜汉手 对方这么问 那显然是跟他一样 都是从修罗场中出来的 陆夜心头大定 看样子 没出现最糟糕的情况 他与遇妖娆并没有被修罗场排斥到什么鸟不拉屎的地方 那道兄可知 这里具体是什么位置 我若想前往雨花星系 该往哪个方向去 陆夜一脸无奈的表情 我正想问问道友这个问题 两人大眼看小眼一阵 那青年忍不住叹息一声 原来道兄跟我有一样的困惑 那敢问道兄可知修罗场出什么事了 为何我等出现就出现在这里 这里也不像是历练的场景 陆夜沉吟道 修罗场 应是关闭了 我们这些进入修罗场历练的人都被排斥了出来 青年点点头 跟我想的差不多 怪不得连修罗令都没有了 身为月瑶 如此变故 自然有些猜测 只不过没有具体的证据证明罢了 可惜我辛辛苦苦积攒的修罗应 青年一副万喜表情 也不知攒了多少修罗应没用 如今修罗场既然已经关闭 那些修罗应肯定都打水漂了 他紧接着又开口道 道兄可否交互个应付印记 如此咱们若是有谁弄明白此地的位置 也可互相告知 可以 陆夜点点头 当即上前 与青年交互了应付印记 彼此也没问各自的姓名和来历 星空中这般萍水相逢 以后都未必有再见的机会 青年很快离去了 陆夜驾驭着新周带着欲妖娆 漫无目的地朝一个方向前行 不断地能遇到一些形色匆匆的修饰 大多都是孤身而行 少数一些两三结伴 修罗场关闭的太突然了 竟千万修饰 除了陆夜提前从你使那之会 其他人都没有任何准备 如此一来 在被修罗场排斥出来之后 很多人都是孤身行动的 运气好能联系到自己的亲朋好友 才能结伴照服 他也不断地与一些修饰交流 交换情况 可惜根本没人知道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如此一来 他就只能认准一个方向 以直前行 不施地凭借七彩神连尝试沟通魂祖祖地 可惜没有任何反应 欲妖娆这边也是个一阵子就发几道讯息出去 同样时辰大海 最初几日都相安无事 但随着时间流逝 这片广袤的未知之地变得混乱起来 竟千万修饰离开了修罗场 哪怕被分散开来 依然少不了一些争端摩擦 更何况 这世上唯恐天下不乱的大有人在 还有心性邪恶的修饰借此机会大肆为非作歹 前方促到身影正在争锋 陆叶驾驭着新周笔直冲了过去 只当没看到 那些修饰的修饰都不高 借为新秀层面 也不知有什么矛盾 打得热火朝天 彼此双方各有三人 势均力敌的样子 正机战时忽然察觉到陆叶语欲妖娆的靠近 争斗双方皆都默契停手 各自远远退开 流出了一条宽敞的通道 都是明白人 敢无视他们争斗双方的 必然实力强大 可不是他们能够招惹的 等陆叶的新周走过去 这两方又一次碰撞在一起 看样子是非要分隔生死出来了 很多修士在修罗场中都是结了大仇的 但修罗场的历练随机性太强 所以想要报仇很难很难 除非正好与仇人进了同一个历练场景 而在天修罗界中 又有修罗场的规则护持 没人敢随意动手 如今所有人都被排斥出了修罗场 若是有仇的双方彼此碰到了 自然是有仇报仇 有怨抱怨 甚至说有些人已经意识到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正在私下搜寻自己的仇人 而且这样的人有很多 错过这次机会 再想找自己的仇人 基本就没希望了 不单单星宿在争锋 就连月瑶间的争斗 陆叶这一路行来都遇到了好几次 欲妖娆暗暗后怕 因为如果当时他不是正好去找陆叶 一直跟在陆叶身边 凭他孤身一人身处在这样的环境中 可没有什么自保之力 尤其是像他这样舞眉妖娆的女子 很能激发男人的欲望 说不好遇到一个月瑶就将他擒勤了 如今跟在陆叶身边 根本不用担心这些 让他无比庆幸自己当时的决定 感慨自己运气不错 这一日 正驾驭新周朝前飞略的陆叶 忽然心有所觉 抬头朝前方星空望去 紧接着眉头一皱 连忙掉转星周的方向 朝侧面飞去 师兄怎么了 欲妖娆不解地问道 这段时间陆叶一直都是直直前行的 从未改变过方向这一次 却不知为何改变了 前面有日照争风 陆叶回了一句 欲妖娆的修为终究低了一些 感知也不如他敏锐 还没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 但他却明显察觉到 前方的星空中有日照强者正在大打出手 即便隔着很远的距离 那鱼坡都如浪潮一般 一波一波地袭来 修罗场中的日照数量虽然不是特别多 但也不少 这些日照之间当然也有结仇的 彼此遇到了 互相出手时很正常的事 但这种争风对于日照之下来说 可就很致命了 稍微被鱼坡卷进来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既察觉到这一点 陆叶当然要改道而行 他本觉得自己已经够小心了 只要主动避开日照的争风范围就能相安无事 可这世间之事 不如一者十有九八 片刻后 陆叶脸色忽然一变 转头朝侧面望去 紧急着疯狂催动法力 星舟的速度陡增 师兄欲妖妖轻轻地喊了一声 他从陆叶的神色变化中感觉到了不对 陆叶根本没功夫回他 因为他感觉到那日照的气息居然正朝自己这边急速逼近 这是分出胜负了 有一方顿逃了吗 可顿逃就顿逃 为何偏偏往这个方向逃 陆叶只觉倒霉透顶 如果他孤身一人的话 倒是不太担心 最不济 他还有两道红服傍身 自保是没问题的 可欲妖妖只是一个星宿 这要是被日照的余微波及 请客间就要允命 日照的速度何等之快 只短短三席 陆叶就察觉到那雄厚的气息距离自己近了一大截 视野之中 甚至能看到远处有明亮的光芒爆开 来不及避开了 陆叶当即放弃了对星舟的驾驭 催动小花界的门户 短短几席时间 一道门户出现在面前 进去 他充裕妖妖吩咐道 想要保住欲妖妖的性命 就只能让他进小花界躲避 除此之外 陆叶想不到别的办法 欲妖妖也不多问 一闪身就进了门户 下一瞬 门户消失不见 陆叶当即催动法力 随时准备激发那道有魔仪之效的红服 当然 这只是提前准备 红服珍贵 不到非用不可的时候 自然是省则省 就在这时 一个阴冷的声音从远处传入耳中 马兵 亡以盛名之外 原来就只会惶惶逃窜嘛 声音不知从多少万里外转来 却依然传入陆叶耳中 不单单是他 所有在这一片范围的修饰 都听得一清二楚 陆叶不经神色一争 第1961张马兵 此前在修罗场中 陆叶就在悬赏店里 见到了一条针对马兵的高额悬赏 那赏金族有数千万修罗印 只不过他不清楚 这个被悬赏的马兵 是不是自己认识的那个 后来想请天修罗族帮忙查探一下 结果阿奇朵那边全能不够 无法查探 他没想到这个时候会听到马兵的名字 会是那位前九州前辈吗 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这世上叫马兵的人数量可能不会少 但叫这个名字又有日照修为的 又能有几个 陆叶定下心神 仔细感知 只可惜那边日照的气息冲撞得极为强烈 他一时难以确定 可笑 当日被本座追杀的时候 怎不见你如此猖狂 如今有了帮手便敢嚣张了 长风 你最好祈祷永远不落单 否则本座早晚娶你狗命 又一个雄厚的声音传来 似是在回应之前的话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陆叶娜还不知 这个马兵就是自己曾经见过的那位前九州前辈 这位前辈的实力他大概有所了解 当初万象海上以一敌三 抢杀了一位万象日照最后还顺利脱逃 自那之后万象海的镇守日照就从三位变成了五位 可以说就是被他给逼的 却不知如今追杀他的都是些什么人 竟让马兵也不敢直音起风 如此来看 追杀者要么数量不少 要么实力很强 这位前辈可真是能惹事啊 陆叶被感无奈 日照层面的交锋他不准备插手 更没办法插手 而且当年马兵就说过了 前九州与现九州没有关系 他的事也不准备牵连到如今的九州 当年他设计让人将陆叶带到自己面前 一番问答之后 确定九州还存在 如此足矣 他甚至都没有想过要回九州看一眼 可陆叶不想插手此事 却架不住事情找上他 把兵顿逃的方向 就是他所在的这片位置 尽管他以拼尽全力想要离开 但根本来不及 强大而混乱的日照气息距离越来越近了 陆叶叹息一声 尽管舍不得 可终究还是要催动那用来顿逃的红服了 否则一旦被卷入这样的争斗中 他无力自保 就在他准备这么做的时 忽觉一股强大的神念扫过几身 旋即 那神念在自己身上唯唯一个停顿 下一刻 急速朝自己所在区域逼近的日照气息 忽然顿住了 把兵冷力的声音响起 既然你们这么想死 那本作就成全你们 陆叶心头一惊 转头望去时 只见一道耀眼的光芒顺着来路返回 只三席之后 纳德方向就传来剧烈而恐怖的交手鱼坡 方圆促十万里 虚空震荡不住 路叶头也不回 继续顿逃 只跑出好远的距离 这才回头关桥 已经看不到那边争锋的动静了 甚至连鱼坡都微乎其微 这无疑表明他这边暂时安全了 心头一叹 暗暗祈祷 马兵最好能没事 要不然这次可是自己害了他 这位前九州前辈明明在盾逃 却忽然折身杀回 其根本原因就是发现了自己的存在 出身九州的修士 身上都有天机盘留下的烙印 而天机盘的打造 马兵是有参与的 当年在万象海上 他就是凭借这个发现了自己 这一次明显也一样 他之所以折身杀了回去 就是因为察觉到自己在他的盾逃路线上 如此继续盾逃的话 势必会牵连到自己这个九州后背 所以他放弃了盾逃 转身反击 前后两代九州修士没有任何交流 可那一瞬间神念的停顿查探 马兵做出了决断 陆叶有所洞察 这是闹的 他原本已经打算动用红服离开这里了 却不想马兵做出了那样的选择 这不禁让他有些担忧 不过转念一想 马兵实力不弱 他既然赶着身反击 那肯定不会有什么性命之忧 稍作思量 陆叶决定不去多想 眼下实力不足 多想无意 又往前飞了一劫 这才打开小花界的门户 将玉妖娆重新放了出来 师兄 没事了吗 玉妖娆问道 陆叶徐徐摇头 没事了 玉妖娆好奇地看他一眼 敏锐地察觉到陆叶的情绪不高 却乖巧地没有多问什么 是陆叶录道有吗 一个声音忽然传入耳中 陆叶一惊 声音传来之前 他可没有察觉到四周有任何异常 连忙寻着声音来源的方向望去 一眼就看到了两道身影 站在那边的一块大陨石上 两人皆为女子 身影看着有些眼熟 待看清他们的容貌之后 陆叶不惊讶然 想了想 催动法力 带着玉妖娆朝那边飞去 带落到陨石上 这才抱拳 和陶道有难连前辈 这边的两个女子 赫然是难连师徒二人 陆叶没想到彼此这么有缘分 居然会在这里重逢 就说自己之前怎么毫无察觉 有日照在此 只需随意遮掩 凭她的实力 自然无法察觉到什么 若非和陶主动开口 她还真不知这边有人 这师徒二人当初 在陆叶打月摇榜的时候 可是大赚特赚了一笔 陆叶也收获不小 可以说是双赢 之后和陶根据与陆叶签订的修罗契约分润了一半好处给她 通通兑换成了能提升法源品质的宝物 而南连则是主动送了陆叶一块清月灵髓 还真是陆道友 和陶看起来很开心的样子 南连也冲陆叶微微汗手 神色清和 真巧啊 又见面了 这位是 和陶看着跟在陆叶身后的玉妖娆 一时有些磨不开目光 这么妩媚的人儿可不多见 还只有心秀修为 如今却跟在陆叶身边 顿时神色都暧昧起来 一副我看明白了的表情 玉妖娆脸色唯唯一红 陆叶倒是不以为意 只随意地介绍了一下 她与和陶说话的时候 南连谋中金光四溢 举目眺望远方 陆叶见状神色一动 前辈 那边站是如何 南连这样子 肯定是在看那边日照大战的情况 她有日照修为 好像也修行了什么铜树 之所以站在这里 应该就是在观战 打得很激烈 南连随口回道 然后就没有了 陆叶心仰难耐 难得在这里遇到一个观战的日照 而且还是自己认识的 当然想知道马兵那边的情况怎样 可她又不能表现出来 免得被看出端倪 用脚趾头想 陆叶都知道马兵仇家不少 万一南连这边与马兵也有仇 她一旦流露出与马兵有关系的痕迹 那对她可不是什么好事 当下便有一句没一句地语和陶闲聊着 过了好一会 南连才一脸惊叹 不愧是亲魔王马兵 这都能杀出重围 陆叶心头大定 尽管之前就猜想马兵应该没什么性命之忧 可没办法亲眼观战 根本不知战局走向如何 如今听南连这话的意思 马兵硬是没事了 尽量做出一副单纯的好奇模样 他开口道 马兵 前辈 我在悬赏店中看到了一条针对这个名字的悬赏 莫不是 南连道 修罗场中的日照马兵 除了这位还能有谁 他很厉害嘛 我看赏金很高的样子 何止厉害 据说光是死在他手下的日照 就有二十多位了 南连一脸惹不起的模样 你看我 也是日照 可如果马兵要杀我的话 应该不比捏死一只小鸡更难 陆叶瞠目结舌 前辈太谦虚了 他还真没听过有人这么评价自己的 关键南连还是个日照 这副人 还真是性情豁达 南连笑咪咪地看他一眼 日照也有强弱之分 就拿你来说 若有一个月瑶前期站在你面前 挑衅辱骂你 你杀他要多久 陆叶想了想 一个月瑶前期 恐怕也就是一刀的事 这么一对比 他立刻明白南连的意思了 他知道马兵很强 可没想到有这么强 何陶也在一旁听得傻眼 忍不住问道 师尊 咱们与这个马兵没仇吧 南连吃笑一声 咱与他能有什么仇 放心啦 师尊别的不行 人脉交集还是很广的 真要是有一天遇到他了 师尊给他磕头 也保你性命无忧 何陶不禁黑着脸 师尊你可别说了 说得他好没面子 陆叶想多问问 关于马兵的事 可实在不好开口 只能按捺 好在何陶的好奇心很重 明明叫师尊别再说了 可自己还是没忍住 开口问道 这个马兵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 怎么惹得好几个日照追杀他 他被人称为青魔王 听着名头就是个杀人如麻的家伙 南连嘖嘖有声 他经常孤身一人闯入一些戒狱中 袭杀那些戒狱的日照 如此一来 想要他死的人自然就多了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当然是有仇啊 南连摆摆手 别问我到底什么仇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这位青魔王的岁数很大 我当年刚开始修行的时候 他就已是日照 四处行凶作恶 如今我已日照千年 他居然还没死 这么说着 南连呼声奇想 好人不偿命 祸害一千年吗 第1962章疑点 核桃脸色一变 师尊 可别胡思乱想 他是知道自家师尊性情跳脱的 真怕师尊也要学着那青魔王马兵去为非作歹 人家活得久 肯定不是因为什么祸害一千年 而是有自己的秘法 放肆 南连轻飘飘一声 哪有徒人跟师尊这样说话的 道歉 师尊对不起 核桃果断道歉 是你对不起师尊 不是师尊对不起 南连望着他 是是是 是徒人对不起师尊 核桃不住地汗手 陆叶与玉妖娆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 只觉着师徒二人的感情是真好 见笑了 南连一边说着话 一边揉着核桃的脑袋 好像自己的弟子真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 刚才说到哪了 陆叶连忙接道 马兵的岁数很大 南连汉手 这个马兵啊 也不知与那些监狱都有什么仇 按道理来说 他这个岁数 与他有仇的应该早都死干净了 话说或不及三代 他却不依不饶 盯着人家的后背 不过话说回来 他杀人也有自己的原则 那就是非日照不杀 也是很有意思的 核桃依然有些胆战心惊 师尊 咱与马兵真没仇吧 有仇的话 我还敢站在这里 南连摆了自己的徒弟一眼 核桃这才彻底放下心来 陆叶默默无言 南连说或不及三代 这话说的也没错 但仇怨这种事一旦结下 想化解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那些有日照死在马兵手下的戒狱 怎么可能轻易绕过他 能诞生日照的戒狱都是很强大的戒狱 面对外敌当然不会示弱 仇怨都是这样一代代传承下来的 马兵应该伤势不轻啊 南连忽然呢喃了一句 陆叶顿时心中一紧 表面却不敢流露出丝毫异样 只好启问道不是说他逃了吗 南连道逃了 而且是以一笛四拼杀了其中一人 不过付出的代价应该不小 陆叶还想多问问南连 却没了继续说下去的兴致 望向陆叶不说这个了小友要去哪 陆叶回神连忙道 九旋心系前辈知道未知吗 他是从雨花心系那边过来的 但并不是要原路返回 如今欲妖娆跟在他身边 所以陆叶想先将雨妖娆送回去 到时候自己这边只需沟通到魂祖祖地 那么就可以轻松返回九州 南连摇头道 不知道 我也还在寻找方位 那这里是什么地方 陆叶又问道 这里啊 两人在这边说话之时 先前日照大战的战场处 几道身影各自盘坐 皆都间隔了上万里之遥 这几人赫然都是日照修为 方才参与了围杀马兵的强者 此刻各自气血翻腾 法力激荡 好伴上 一个发虚揭白的老者才长呼一口气 徐徐睁眼 不愧是清魔王马兵 这份实力 比起传闻中更强 他们四人围剿 结果居然闹得一死三伤 诚然 四人只是临时联手 配合起来不是那么娴熟 但人数摆在这里 居然还打成这样 可见马兵之恐怖 尊玉道有他 另一个方位上 一个妇人睁开眼 脸色还稍微有些苍白 眸中隐隐有后怕之意 他口中的尊玉 便是战死的那一位日照 实力在他们四人中不算最弱 可就是因为被马兵重点针对了 结果导致身影盗消 尊玉道有的后事我会处理 老者开口 此番之后我会走一趟他的故土 将遗物和消息带过去 那就有劳长风道有了 另外一个少年模样的日照开口 尊玉道有虽允 可此战之下 马兵也损了道基 尊玉道有算死得其所了 那样激烈而又仓促的一战 马兵以一敌似 虽强杀了一个敌人 可自身怎么可能安然无恙 南连瞧出马兵伤势不会太轻 但实际上他的伤势 比南连远远看到的更重 若是一般的伤势也就罢了 道基之伤可不是那么容易恢复的 大富人转头看向长风所在的方向 长风道有 还是要尽快传讯出去 让附近的顶尖界域有所戒备 莫要被马兵找到恢复的机会 马兵那样的伤势想要恢复 唯有去顶尖界域才有机会 但各大顶尖界域皆都强者如云 岂是那么好入侵的 所以只要堵死这条路 那马兵的伤势就永远不可能恢复 甚至还会恶化 凭他如今年纪 一旦不能恢复到机的损伤 那长时间下去必死无疑 长风汉手道 这是自然 不过比较此事 老夫倒是更在意另外一件事 这般说着 他转头看向马兵最初顿逃的方向 两位不觉得事情有些奇怪吗 马兵明明可以逃走 为何又忽然折身杀了回来 原本另外两人还没有想到这一层 但经长风这么一提醒 顿时发现此事确实有些蹊跷 如果马兵不折身反攻的话 那凭他的速度应该能顺利逃走 在修罗场关闭之后 他们四人是机缘巧合才聚集在一起的 事先可没什么具体的部署 所以马兵只需摆脱他们 那他们人数再多也无用 那少年模样的日照略异成盈 眼前一亮 那前面有什么让他感受到了威胁或者忌惮 长风略意沉吟 汉手道 或许如此 但如此仅仅只是这样的话 马兵完全可以变相比开 而且马兵这等强者 现如今这星空又有谁能让他忌惮 长风道有的意思是 那富人若有所思 长风眸光精湛 那边若是有什么让马兵在意的人 那他的奇怪举动就说得通了 富人顿时了然 他怕冲突的鱼颇波及到那人 为了保护那人 所以才会忽然转身反攻回来 言至此处 富人的思路也被打开了 若如此 那他在意的人就绝非日照 若是日照 那马兵就不需这般小心翼翼 不得不说日照的思维是极为敏锐的 马兵只是一个稍微有些矛盾的做法 竟让他们推断出这么多东西 少年疑惑道 没听说马兵有后人之类的 他出身的戒狱也早已破碎 这世上还有什么是他会在意的 长风道 不管是什么 去看看就知道了 三位日照隔空对视一眼 纷纷动身 修罗玉 另一边 陆叶陷入沉思 根据南连的推测 大家如今身处的位置 应该就是修罗玉 这是一片很广袤的新玉 没人知道它有多大 也没人见过它的真正模样 因为一直以来 整个修罗玉都被修罗场这件 星空至宝的微能笼罩着 遮掩着 任何人从外面踏入修罗玉的瞬间 都会进入一个考验的场景 就如露夜当初第一次进入时的遭遇 若修是通过考验 那就会直接进入天修罗界中 若没通过考验 那自然是从哪来回哪去 十年之后才能再进来 所以真正的修罗玉是什么样子 迄今为止都没人知晓 更没有这方面的新途 如今修罗场关闭 星空至宝的玄妙之力消失 一直处于修罗场力量笼罩下的 修罗玉就显露了出来 而原本在修罗场中的 近千万修士 也都分散在这块区域 这是南连的推测 但这个推测应该没错 所以眼下就算是南连这样的日照强者 也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走 只能随便选一个方向碰运气 反正只要出了修罗玉 到了已知的任何一个星系 他都能找到回家的路 而且他身为日照 还可以通过观测周围星象 推测自身故土所在的大致方位 不过这需要一些时间 暂时南连还没做到 九旋的话我倒是有所听闻 与我所在的万俠相距不是很远 大致在一个方向 小有若是不介意 可与我同行 南连开口 陆夜看了玉妖娇一眼 后者不住地汗手 他这才抱拳道 那就多谢前辈了 跟着日照一起行动 毕竟要更方便快捷些 只要南连这边找到万俠的范围 那么就可以大致判断出九旋的位置 如此就能将玉妖娇送回去了 至于他自己 到时候再去寻找能进入魂祖祖地的通道不迟 举手之劳 南连唯唯一笑 不慎在意 对于陆夜这个之前让他狠狠过了一把毒瘾 而且还大转特转的后背 南连还是很看好的 尤其陆夜在斗战场中展现出了超越常人的天资和底蕴 南连也不介意提前投入些人情 如陆夜这般 一旦晋升日照 那定然不会默默无名 说不定以后有什么地方能帮到他 这也是一种赌 赌的是自己的眼光 嗯 南连忽然抬头朝星空深处望去 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怎么了 何陶问道 都站我身后去 南连开口 何陶本就站在师尊身后 这话无疑是跟陆夜和玉妖娆说的 陆夜和玉妖娆没有任何迟疑 纷纷闪至南连身后站定 几席之后 一道身影忽然敲无声席地出现在前方不远处 蕴含威严的目光扫过几人 待看见南连之后唯唯一争 显然没想到这里居然还有个日照 第1963章分别 陆时尚 陆夜的目光越过南连的身影朝前打亮 发现来的是个发虚皆白的老者 看起来虽然上了年纪 但精神绝朔 提表楚淡淡的法力波动 就像是直伏的睡龙在轻轻吐息 日照 陆夜立刻有所察觉 原来是南连道友 老者认出了南连的身份 打了葛姬手 修罗场中日照的数量不少 但也不是那么多大多数人都是互相知晓的 哪怕没有照过面 也有所耳闻 这来的老者无疑是任是南连的 长风道友 南连微笑 汉手道友 形色匆匆 这是有何贵干 长风 陆夜心中一动 此前马兵就喊过这个名字 看样子 这老者就是方才参与围剿马兵的其中一人了 几乎是在陆夜想到这一层的同时 长风就忽然看了他一眼 这让陆夜心头一领 日照的感知果然敏锐 自己这边只是一个极为微小的神态变化 竟会让对方有所察觉 他连忙低下眼帘 长风的目光扫过他 又看了看何陶语欲妖娆二人 这才开口道 正好道友在此 老夫想问问 道友可曾发现这边有什么值得在意的事或者人 南连一脸疑惑的表情 哪方面 任何一方面 长风开口道 南连失笑 道友这般说 我却不知该如何回答 只是我一直站在这里 不曾发现什么可疑之事 长风道 道友身后这几个小友事 南连微笑道 都是本星系的后辈 修罗场关闭之前 正好跟我在一起 原来如此 长风微微汗手 那打扰了 道友 南连抬手 正带离去的长风转头看向他 还有何事 南连道 我能问问 道友在做什么吗 当然 若是关乎什么隐秘 道友只当我没问过 长风思量了一下 开口道 没什么隐秘 也没什么不能说的 只是道友既然一直站在这里 那么想必知道方才的一站 那青魔王马兵的表现有些古怪 所以老夫怀疑这个方位上 是不是有他在意的人 或者是 故此前来一探 南连不是笨蛋 听他这么说 再转念一想 也露出恍然神色 怪不得他忽然转头杀了回去 他的身后 陆叶依然低垂着眼帘 神色如水 可心中却没有表面那么平静 日照还是日照啊 他能有推断出马兵古怪举动的原因 那是因为马兵的神念在他身上盾了一下 可就是这样几乎不是破绽的破绽 居然还是让长风察觉到了 暗自庆幸遇到了南连 否则他带着欲妖娆背着长风拦下 谁知道对方会是什么态度 采取什么样的手段 日照威严之下 他任何异常的表现都会被无限放大 搞不好真能让长风看出端倪 长风离去了 他还要继续查探 另外两个日照也在附近搜寻 若这个方向真有让马兵在意的人 凭他们三人的手段 必定能查探出来 片刻后 陆叶坐在一个花篮造型的星洲内 变闪飞掠 日照的速度果然非同凡响 欲妖娆就坐在他左手边 和陶则在右手边 正与他说着话 同为月瑶 他与陆叶自然有不少共同话题 尤其是对陆叶这一身匪夷所思的实力 感到极为好奇 都有请教之意 虽说他有日照作为师尊指点 但自己这个师尊有时候太不靠谱 反倒是与陆叶的交流中 屡屡有所收获 陆叶能感觉到 南连的目光若有若无地略过自己几次 硬是生疑了 在遇到长风之前 陆叶虽尽量遮掩 可终究还是跟南连问过关于马兵的情报 如果长风不来 那南连自然不会多想 可长风来了 又说了那些话 南连只要不傻 都会有所猜想 不过他应该也只是猜想而已 无伤大雅 尤其是在长风面前 他亲口说自己等人都是他心细的后辈 既如此 他应该就不会多事 更在日照身边一路安宁 如此促日之后 南连忽然露出喜色 啊 我找到万侠的方位了 想他一个日照强者 居然有一天在星空中会迷路 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定位到故土的方向 说起来也是心酸 痴尊真厉害 何陶在一旁拍手 南连哼了一声 一副值得一满的模样 那是自然 陆叶连忙道 前辈 那九旋在哪的方位 南连之前就说过 万侠与九旋相距不是太远 而且大致上在一个方位 如今他既已定位到万侠的方位 再以此为根据推断出九旋的方位 应该不成问题 如果没有之前的事 陆叶倒是不介意跟着南连再多一走断 毕竟日照的速度确实快 可眼下他觉得还是尽快分开的好 南连确实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威胁感 这个妇人一直都很好说话的样子 可陆叶自己心中有鬼 还是得早点抽身 九旋的话 南连几根葱白一样的手指掐掐散散 然后一直一个方向 应该是这边了 然后他看向陆叶 怎么 这就要走了 陆叶道 是 这些日子多谢前辈赵福 和陶露出不舍的表情 陆师兄 要不要再多同行几日 反正大家的大致方向是一样的 他这些天与陆叶交流与人斗战的经验 收获不小 如果修罗厂还在的话 他觉得的名次应该可以上升隔几百没问题 话才说完 就被南连一巴掌拍在后脑勺上 天下无不散之言习 就不要打扰人家师兄妹郎情窃异了 一脸无辜的玉妖娇愣了一下 玄机脸红了 低下头不说话 和陶摸着后脑勺 一脸委屈 师尊你又打我 回头我会变笨的 南连不理他 只是看着陆叶 微笑道 小友 多保重了 陆叶正重一礼 多谢前辈 玉妖娇也连忙盈盈行礼 两人从那花蓝模样的星舟上月下 几席后 南连师徒二人的身影消失在视野中 走吧 陆叶继出自己的星舟 招呼一声玉妖娆 顺着南连之前指点的方向飞掠而去 修罗场关闭已经有小半月时间了 整个修罗玉的热闹也消停了许多 毕竟大多数人都会如陆叶一样 第一时间想办法离开这片星域 如此一来 随着时间流逝 这里的修饰数量会越来越少 只有一些心怀叵测之辈 会继续留在这里 或者四下闲逛 做些为非作歹之事 如此又过了一段时间 陆叶正在驾驭新舟时 欲妖娆忽然惊奇到 师兄 我联系到本星系的人了 这段时间他一直在对外传讯 可惜始终没有回音 直到此刻 怎么说 陆叶问道 欲妖娆又传了一道讯息过去 片刻后才到 南连前辈果然厉害 他推算得没错 这个方向确实是去九旋星系的 我联系的那位师兄说 他们那边聚集了不少本星系的人 有一位日照师伯领队 归城的路上正在尽量 召集失散的本星系修士 那就好 陆叶点点头 如此一来 他这边只需将欲妖娆送至那边就可以了 不必跟着他前往九旋星系 这段时间欲妖娆在联系本星系的修士 他也在尝试沟通魂族祖地 如今已经略有成果 在某个方向上 他感觉到了极其微弱的反应 这无疑表明那各位至上有进入魂族祖地的通道 将欲妖娆送过去之后 他就可以启程去往那个方向了 问问怎么跟他们会合吧 陆叶开口好 欲妖娆连忙点头 与那边一番交流 三日后 陆叶与欲妖娆站在一块陨石上等后 不多时 一艘巨大的楼船映入视野中 那楼船足有六七层高 装饰得颇为雄武 船体上一个大大的悬子 就是这个了 是本届的楼船 欲妖娆兴奋起来 流浪多日 终于要见到熟悉的人 下一刻 他当先领络而去 陆叶紧随其后 宽敞的甲板上 有不少人站在船舰边眺望 更有人冲着边招手 陆叶还感觉到有日照的神念气息扫过几身 他不禁抬头看了一眼楼船最高处的位置 那个地方 应该就是欲妖娆口中的那位日照师伯所带之地 妖娆师妹 甲板上一个相貌堂堂的男子望着飞落而至的欲妖娆 微笑地打了个招呼 露出如是重负的神情 孙师兄 欲妖娆回了伊里 脸上颇有些委屈的神色 仿佛流浪在外许久的小猫回到了家 无恙就好 孙师兄汗手 转头看向录业 原本没太在意 尽管欲妖娆之前与他联络时书与一位月瑶好友在一起 可在询问过录业的姓名来历之后 他就没太关注了 因为他没听过 但此刻一看之下 不由一争 紧接着肃然起敬 原来是月瑶榜首当面 失敬了 甲板上修饰众多 大多都是新秀 不过也有几个月瑶 此刻听了孙师兄这话 都不禁瞪大了眼睛 习习朝录业瞩目而来 第1964张范古来袭 修罗场关闭前的这两年 月瑶斗战场这边可是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 有一位神秘强者利挫古蛮界阿卜罗 在拜黄龙界古生 一举夺得月瑶榜首之位 那一次月瑶榜定榜之时 无数月瑶心神震动 毕竟阿卜罗与古生的强大 他们是早就知道的 整个月瑶层面 这两位是独一党 自他们来了修罗场后便再没人撼动过他们的地位 从来只有他们两个才是彼此的对手 维持多年势均力敌的局面 忽有一日被一个神秘强者打破 怎能让月瑶们不在意 当日观战的人虽然有一些 可终究不是那么多再加上陆叶隐藏了自己在斗战榜上的姓名 所以除了少数几个知道他底细的人之外 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具体来历 叫做什么 在后来这位如传奇一样迅速崛起 名声大噪的月瑶榜首忽然就销声一击了 再没有出现在斗战场中 名次也一次次跌落 直到修罗场关闭的时候 已经在500名开外 但没人因此而小瞧他 他也始终视线阶段月瑶层面所有修士公认的榜首 许多人传言 这位榜首并不在意自己的名次 所以才没有继续参与斗战场的排名 但事实上 那段时间陆叶一直在帮天修罗族解决血脉咒毒的事 而且有了与天修罗族族人一样的在宝库兑换物资打着的优惠 月瑶榜首带来的好处确实可以无视了 孙政无疑是观战过陆叶与阿卜罗或者鼓声争斗场景的 所以一眼就认出了他 其他几个月瑶倒是没见过陆叶 此刻听了孙政的话 皆都好奇望来 对这位神秘的月瑶榜首 他们可是仰慕已久 此刻真人当面 纷纷上来见礼 陆叶一一回礼 一番寒暄 毕竟初次见面 也没什么太多能说的 只是简单认识一下 陆叶转头看向于妖娆 在他紧张又忐忑的注视下开口道 玉师妹 我该走了 你保重 他日有缘再见 玉妖娆尽管猜到陆叶要说什么 可真到了这一刻还是满心不舍 抿着红唇点了点头 师兄也多多保重 孙政瞧了玉妖娆一眼 心有会议 微笑开口 道有这就要走了吗 何不稍事休息一二 能击败阿卜罗与鼓声的人 未来必成大财 他是自叹不如的 妖娆师妹对人家明显有些意思 若是能促成这段缘分 那对玉妖娆对九旋 未来都有好处 玉妖娆脸皮薄 不好留人家 他这边自然没这个顾虑 陆叶摇头道 孙兄好意心领了 我也该去找回家的路了 孙政极力挽留 那也不及一时 道有可能还不知 曾经师伯推测这里是被修罗场力量遮掩的修罗域 修罗场关闭之后 咱们就分散在了这里 眼下身在其中 暂时难以辨别方向 师伯那边也是通过一些密法手段才推断出九旋方位的 道有与其胡乱寻觅 不如随我们一起回九旋 回头让师伯帮忙 许比你自己寻觅更方便些 若没有陆叶借助七彩神联沟通魂祖祖地的手段 这无疑是个很靠谱的提议 但眼下他已经隐隐感觉到了一处能进入魂祖祖地的通道位置 自然就没必要去浪费时间了 目光扫过孙政身后的玉妖娆 看到了他眼中的奇异神色 陆叶还是摇了摇头 正带说话 那顶楼的仓房中忽然爆发出日照的强大威势 紧接着一个女子的声音传入耳中 有敌来袭 继续前行 做好防护 话落之时 陆叶便隐约看到一道身影从那边飞掠而出 裹挟庞大威势 朝星空深处掠去 楼船上 所有修士街都一惊 孙政反应极快 连忙高呼 快提速 催动防护法阵 诸多修士迅速忙碌起来 陆叶也不由将神念铺展开来 很快眉头一皱 因为他隐约察觉到有不少强大的气息 正在迅速朝这边逼近过来 而就在这时 远方星空深处忽然传来日照交手的剧烈动静 硬是九旋的日照迎上来犯之敌了 能让他主动迎击的 对方无疑也是个日照 师兄跟我来 欲妖妖忽然伸手抓住了陆叶的大手 拉着他朝一个方向冲去 片刻就进了舱体内部 孙政已经站在这里了 许多修士各自坐镇在一处处阵法中 催动自身力量 来的什么人 他脸色凝重 必开口问道 其中一处检测阵法中 一个修士被谋凝神 正在借助阵法的威能查探四方 听得孙政询问 立刻开口道 我看到了范骨的新舟 果然是他们 孙政似有所料 咬紧了牙关 又问道 来了多少 不到十个 那修士回道 紧接着脸色一变 不对 这边也有 最少十五人 孙政脸色皱然一白 十五人 数量不多 但这种时候赶过来的 那无疑都是月瑶 换句话说 这时有十五个月瑶 而他们这边才几个 他立刻明白局势的危急了 范骨那边也不知 怎地洞察了这边的行踪 先由日照出手 引走了曾新师伯 紧接着十几个月瑶 一起来袭 这是要将他们 这一传人赶尽杀绝啊 彼此月瑶数量 差距太大 根本无法为敌 他只能下令将速度 提升到最大 尽快顿逃 陆叶这边 玉瑶瑶还紧紧地 抓着他的手 五指用力 显然内心紧张 范骨是 陆叶轻声问道 玉瑶瑶这才回神 解释道 范骨星系 是九旋的临近星系 咱们与他们的关系不好 时有摩擦 这次硬是被他们 发现了行踪 然后被盯上了 他也没想到 好不容易 才与本星系的修士会合 结果就遇到了这样的事 不由地有些欠然 师兄 连累你了 陆叶摇摇头 修为实力 到了他眼下这个程度 同层次的修士 还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威胁 能对他有威胁的 也只有日照了 不过范骨这边 应该也是准备不足 否则不会只出动 这么点人手 若没有第二个日照的话 他完全不拒 可若是有第二个日照 他暗暗打定主意 到时候将欲妖娆 收进小花界 直接催动洪府的威能跑路 孙师兄 跑不掉了 有修士大呼 如这种巨大楼船造型的新舟 虽然可容纳更多修士 但速度上 却是没有那种小型新舟更快 来袭修士都驾驭着小型新舟 自然很轻松就追了上来 迎战 孙正脸色一冷 随着他一声令下 大战立刻爆发 片刻后 楼船不断地距裂震动 修士们的呼喝声接二连三地响起 防护法阵的强度正在随着敌人的狂攻而不断下降 而一旦防护法阵被迫的话 那敌人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孙正外部来到陆叶面前 长身一礼 陆道友 此番变故出人意料 怕是要牵连道友了 但存亡齿寒 稍后可能需要道友出力 不知道有能否与我等一起联手遇敌 范谷那边的动作确实让九旋这边没有准备 但他们恐怕也想不到 那月瑶榜首恰好就在这里 孙正清眼见过陆叶与阿卜罗的争锋 自然知道月榜榜首的沉重分量 如果陆叶愿意出手 那这一次九旋或许能转为未安 没问题 陆叶点头 事到如今 他不可能抽身离去 总不能跟范谷的人说自己不是九旋修士 让他们放自己离开 人家肯定不乐意的 所以正如孙正所说 这次的事已经将他牵连进去了 既如此 那就只能反击 孙正大喜 先谢过道友 他转身离开 显然是要做大战前的动员 陆叶低头看了一眼 玉师妹 我要去迎敌了 玉妖娆汉首 师兄小心 陆叶晃了晃自己的手 玉妖娆低头一看 这才发现自己居然一直抓着陆叶的手没放开 顿时耳根都红了 连忙松开 又过片刻 甲板上 九旋五位月瑶齐聚 再加上陆叶 就只六道身影 这倒不是说九旋就只有这么几个月瑶 而是能聚集过来的就只有这些 其他人还分散在修罗裕各处 没能会合过来 反观范谷那边 足足十几道身影微距 在楼船四周 各施手段 打得楼船防护法阵遥遥欲坠 孙政 别来无恙啊 一个声音忽然传来 却是范谷的一位月瑶在喊话 话语中满是得意和嚣张的味道 没想到吧 咱们会在这里见面 孙政脸色阴沉 没有回应 他们当中实力最强的是哪个 站在他身边的路 也忽然开口问道 孙政回到 就是喊话的这家伙 叫江岸 月瑶榜能排进一千名内 那确实不错 陆叶点点头 整个修罗厂那么多月瑶修士 能在月瑶榜排进前一千名内 可见实力不凡 说话间 陆叶抬眼朝着江岸望去 一眼之下 发现竟有些眼熟 自己依稀 仿佛 好像在哪里见过 刺事察觉到他的注视 江岸的目光一转 也看清了陆叶的面孔 这让他不经意争 因为此时此刻 他忽然生出一种 跟陆叶一样的感觉 自己依稀 仿佛 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个人 第1965章退敌 掠摇的记忆自然不会差 所以无论陆叶还是江岸 都只掠意沉思 便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 见过对方了 陆叶面色平静 江岸却是脸色大亥 便在这时 原本应该站在甲板上的陆叶身影 忽然唯唯一个恍惚 江岸顿生毛骨悚然之感 好似有莫大的危机降临 他想都不想 凶猛催动法力护持周身 同时一身气血沸腾 双拳如龙 朝前轰出 那前方原本空无一物 但在他双拳轰击出去的瞬间 便多出了一道身影 正是陆叶 这一击爆发了江岸的全部实力 他自信没有哪个月瑶能接下 悍然爆发的一级正中陆叶的身子 凶猛威能之下 直接将陆叶打得粉碎 江岸一愣 意识到不对 自己打碎的 根本就是一道影子 对方的速度太快了 快得自己竟有些看不清 而这一幕曾经在月瑶斗战场上出现过 当日的经历与今日简直一模一样 在背后 江岸怒吼挥避回击 然而才摆出姿态 他便察觉到护持周身的法力被剖开了 紧接着身子一通 整个人将在原地 眼角剧烈跳动 他清楚地看到自己身侧不知何时已经站了一个人 手上一柄长刀 从腰腹处刺入 刺穿了自己整个身子 那长刀之中凝聚着极为澎湃而又精纯的法力 江岸毫不怀疑 对方一旦催动 那自己顷刻间就会殒命 上次在斗战场中 自己就是这么被打败的 虽然因为斗战场的规则保护而没死 可伤口处却萦绕着极为古怪的力量 最后还是花了三万修罗印发布悬赏 找人帮忙解决 月瑶绑手 直到此刻 江岸才咬牙低吼一声 这并非不甘 而是在提醒自己的同伴遇到的敌人到底是谁 他知道自己再如何不甘也没用了 上次有斗战场的规则保护他 让他活下性命 可这一次他必死无疑 只是他想不明白 这位月瑶榜首怎么会在九旋的星周中 难道说他本身就出身九旋 可若如此 以前为何没听过这个人 他话落之时 陆叶以一脚踹出 将他直接踹飞了出去 伤口处 鲜血如喷泉般涌出 陆叶站在原地 轻轻地甩了甩盘山刀上的血迹 目光平静地扫过来犯之敌 此时此刻 无论是范谷的月瑶 还是九旋的孙正等人 全都呆立在原地没了动作 孙正等人是没想到陆叶行动起来如此干脆力索 范谷方面实力最强的江岸居然不是他一盒之敌 如此实力 何等惊人 他与江岸的实力相差不多 甚至还有些不如 这位月瑶榜首能如此轻松地灭杀江岸 岂不是说自己在他手上也就是一个照面的事 怎么同为月瑶后期实力能差距这么大 哪怕孙正清眼见过陆叶与阿卜罗的争锋 自认知道月瑶榜首的沉重分量 可有了切实的对比之后 才发现自己之前的认知有多么浅薄可笑 范谷月瑶们在短暂的惊恶和震惊后 一声怒吼传出 一起上 杀了他 他们愤怒了 哪怕将按之前喊出了陆叶的身份 他们也依然没有退缩 只因他们的人数是九旋这边的醋辈 一个人不是对手 两人呢 三个人四个人呢 同为月瑶 就算这月瑶榜首再强 也必然有双拳难敌四手的时候 话落瞬间 十多个月瑶一起朝陆叶这边冲杀了过来 孙正健壮连忙怒喝 赢敌 下一瞬 九旋的几个月瑶纷纷飞掠而出 赢上来敌 但他们实力有限 每个人都只能拦截对方一个月瑶 眼睁睁看着陆叶陷入了近十人的围攻之中 孙正不免担忧 虽说陆叶展现出来的恐怖实力让人惊艳 但人力有时穷 一旦他坚持不住的话 那这一传的修士都要遭殃倒霉 所以自己必须尽快解决面前的对手 然后帮陆叶分担压力 他有这个信心 因为他特意拦截了一个实力比自己弱很多的对手 就是为了尽快削减彼此的人数差距 这边一交手 对手果然节节败退 孙正忙里偷闲 朝陆叶那边看去 这一瞧之下 一时竟有些难以挪开目光 只因那边混乱的战场中 陆叶的身影束呼来回 纵略不停 而随着他的不断纵略挪移 刀光也在闪烁极灭 一声声问恨和惨叫 接二连三地响起 鲜血飙飞 孙正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以为陆叶被那么多月摇围攻 就算实力再强也要捉襟见肘 可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 他从未见过这样灵活的身形 对手人数虽多 可难以对他形成有效的围杀 反倒是敌人在他的藤魔纵略间一个个被斩伤 忽然身上一痛 却是他分心之下被对手打中了身子 幸亏彼此实力有差距 法力护持之下无伤大雅 孙正连忙收敛新神 专心对付其自己的对手 惨叫声依然响起 但只短短十几席后 便有一声熟悉的怒吼传入耳中 撤 全部都撤 孙正一睁 惊奇地朝声音来源方向望去 江岸 他没死 这一看之下 他才发现 不但江岸没死 其他在陆叶手下受伤的范骨月瑶 一个都没死 趁他分神之际 他的对手也急忙抽身后退 迅速离去 陆叶战在原地没动 只目送范骨这些月瑶撤离 他不动 九旋的月瑶们自然不敢贸然追杀 这一战能赢 权亏他发了大力 没有他领衔 九旋月瑶追上去反倒是自寻死路 路道友 孙正上前 冲陆叶抱全行礼 态度比起方才 无疑多了一丝恭敬 如他这样的月瑶后期 也只有在面对日照时 才会有这样的恭敬 陆叶目光悠悠地望着范骨 十几个月瑶撤离的方向 也不知在想什么 孙正没打扰 片刻后 陆叶忽然转身 抱全道 孙道友 范骨的人大多有伤在身 应该不会再来冒犯了 跪戒日照应该马上就会返回 我就先行离去了 这般说着 他抬头看向楼船所在的方向 那边欲妖娇急匆匆地 从船舱中冲到甲板上 远远地望着他 陆叶对他笑了笑 欲师妹 他日有缘再见 话落 闪身朝一个方向略去 陆师兄 欲妖娇伸手呼唤 确实在得不到任何回应 只能眼睁睁看着陆叶的身影 消失在视野中 一时间神色落寞 片刻后 那位叫做曾经的九旋日照归来 他与范骨的日照交锋了一阵 对方主动退去 他自然不会贸然追杀 心念本心系修士们的安危 赶紧回来查探 结果发现这边楼船 虽然法阵都有破损 可人员上居然一个伤亡也没有 顿时有些不可思议 他都已经做好 给这些后辈们收拾的心理准备了 毕竟范骨这次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彼此月摇层面数量的差距太大 朝请 得了孙正的解释 他这才明白原委 也终于知道范骨的日照 为什么那么快就主动退去 显然是知道这次的行动失败 不愿再浪费时间 而己方这边之所以能够安然无恙 全亏了那个叫陆叶的月摇榜首 出力护持 否则必然死伤惨重 他又换来与陆叶最熟悉的玉妖娇 一番问询 不 他就是那个当年在太初境中帮过你的陆一叶 曾经露出饶有性质的表情 这个是他无疑是听说过的 玉妖娇在九旋界中资质不俗 否则当年也不会拿到前往轮回数的名额 而得了太初境的灵光之后 玉妖娇的前景无疑更广阔了 可以说 九旋那边是将他当成重点人才来培养的 你们倒是挺有缘分的 在修罗场又遇到了 曾兴唯唯汗手 玉妖娇脸色有些黯然 却还是开口道 是 我与陆师兄是在一处历练场景中遇到的 得他相助 我才能完成历练 他说的无疑是第一次见面的事 至于后面他动用修罗召唤令召唤录业 这个是他不准备跟任何人提及 此时毕竟牵扯到一位师姐的死 这短短几十年时间 他居然能从神海修行至月瑶后期 而且实力还如此出类拔萃 曾心暗暗心惊 哪怕他见多事广 也没听说过有什么人修行速度这么快的 这已经不是能用天才二字来概括的了 是啊 陆道友的实力当真让人望尘莫及 那将暗在他手下一刀就被重创了 孙正回想之前看到的一幕 依然心神震动 又有些惋惜 只可惜陆道友没下杀手 范骨那些月瑶 一个都没死 曾心道 范骨与他毕竟没有什么恩怨 他被牵连只是适逢其会 适当地展现自身实力 让来范之地主动退去 又不会因此而结下太大仇 他这般形势倒算老成 也是他最好的处理方式 不过不管怎么说 他都是你们的救命恩人 是 孙正公敬汉首 平陆叶方才展现出来的实力 完全可以自行离去 相信范骨那边无人能挡 可他依然出手相助了 这恐怕很大一部分程度是要护持欲妖娆 曾心望向欲妖娆 如此人物 未来成就必定不可限量 你若有意 可得抓紧了 啊 欲妖娆一愣 玄机连忙摆手 是否我没有 曾心微微笑道 有没有的 你自己心里清楚就好 又像是想起了什么 唏嘘道 年轻啊 就要敢想敢做 要不然能老了 许多事都会成为遗憾